大家好 在前面的两次课里边 我向大家介绍了价格指数 以及价格指数怎么应用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来讲第三类很重要的经济指标 也就是就业 在2018年国家统计局局长 您及格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有工作还是没工作 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是不是有工作的人就是就业人口 没工作的人就是失业人口呢 这个分类呢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就业指标 是怎么构造的 数据又是怎么样收集到的 我们今天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 城镇调查失业率这样一个概念 在每个月里边 国家统计局会去抽样调查 12万户的城镇家庭 在这里城镇的概念是指常住的人口 它包括了本地的户籍人口和外来的外地户籍人口 在这些家庭里边统计局会去询问 每一个满16周岁或者以上的人 他的就业情况 这些人呢被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就业人口 这些人是指在上一周有全职工作 或者是兼职工作 或者是现在在休假或者暂时离职的人 那么兼职工作的定义呢是比较宽泛的 你只要工作最少一个小时就算为兼职工作 好这是第一类人就业人口 第二类是失业人口 失业人口的定义有两个要素 第一这些人上一周没有工作 第二同时这些人必须在最近三个月找过工作 才算为失业人口 好第三类是非劳动力 这些人属于上一周没有就业 同时呢他们在最近三个月也没有找过工作 那这一类人包括哪些呢 包括正在上学的16周岁以上的学生 也包括那些有劳动能力 但是他不想劳动的人 比如说有些人事先的财务自由 所以呢他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去工作了 那这些人都被统称为非劳动力 比如说在中国就业人口有5.7亿 失业人口有0.3亿 非劳动力一共是4亿 我们可以用这些数据去构造一系列的变量 来衡量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 首先我们计算一个最大的集合 叫做劳动年龄人口 这就是16周岁 及以上的所有人口 刚才说了 这些人被分为三类 因此我们把这三类人的总数全部加起来 5.7加上0.3加上4 一共是10亿人 劳动人口是一个小一点的概念 它包括那些有劳动意向的人 这里边有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 总共加起来是5.7加上0.3 一共是6亿人 根据前面的两个指标 我们可以计算劳动参与率 具体说它是劳动人口 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再乘以100% 它衡量的是 在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中 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到劳动监视里面 在这个例子里边 是6亿人除以10亿人乘以100% 所以例子中的劳动参与率就是60% 好最后我们介绍失业率 失业率是计算 在有意愿劳动的人当中 有多少人是没有工作 也就是失业的 那么它就等于失业人数 除以劳动人口 也就是总的失业人口除以 失业人口加上就业人口的和 在我们的例子里边 失业人口是0.3亿 失业人口加上就业人口 一共是6亿 因此推算出来的失业率是5% 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计算失业率的时候 并不考虑那些非劳动力的人口 因为他们并没有工作的意愿 因此也谈不上失业的问题 好 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失业率的概念 失业率指的是在所有有劳动意愿的人当中 有多少人是没有工作的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课再见 感谢观看